下一集我們常考 我過去的時候這麼快 回來的時候這麼快 請問你我平均有多快 來,這有兩種問法 1.問平均速率 2.問平均速度 這一題問的是平均速率 它的選項設計很爛 可以隨便就猜出答案 因為不可能是0,不可能是2,也不可能是6 都不可能 然後這個人才會來 但我還在問你 就講到什麼答案就好 可是我先警告你 有一個標準的錯誤的算法 加起來除1,2 過去3,回來6 3加6除1,2,4.5 選項設計不佳 沒有4.5這個答案 你就不會選4.5 正常好老是會選個4.5 你就選4.5,你就上不到 我先警告你 不可以加起來除1,2 請回到平均速率的 平均速率的原始定義 花多少時間走得多遠 算出來它會有多快 請問你有多快 我已經報答案給你說有多快了 我剛剛已經報答案了 你如果有剛剛聽我講話 你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我已經報答案了 來 霹靂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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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請坐 我剛剛已經報答案了 答案叫做 C啊 你過去就有3 回來就有6 怎麼可能平均只有2 你過去是3比較慢 回來是6 應該怎麼可能平均是6 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就 你過去是6 就知道答案 就是選項自己不加 不用算就知道答案 叫做 C了 不要這樣就C了 但是呢 講過了 要回到原始定義 什麼叫做平均速率 花多少時間走多遠 過去 12 回來12 所以來回 24 然後呢 廢止 過去花4小時 回來花2小時 所以總共花6小時 所以總共花6小時 總共走24公里 所以 國判 24除以6 叫做平均 叫做 4 每小時4公里 所以答案選C 這是第一種問法 問我平均速率 停車戰界問 這一題如果改成平均速度 那麼答案應該是多少 1234567 答案應該多少 如果改問平均速度 那答案應該是多少 停車戰界問 來帥哥男 帥哥男 有沒有帥哥男 有 33 33 超帥 特帥 非常帥 多少咧 他剛才問的叫做平均速率 我們算算是 如果題目改問平均速度 答案多少 是多少 數字多少 哎呀 你講話嗎 沒有講話 答案多少 看著我 看著我面帶微笑 男子和大丈夫說不會就不會 你坐下 不會 如果答案改成問平均速度 答案呢 這上面有 A 0 為什麼是A 為什麼是0 因為很好 對帥哥講對了 因為位於是0 過去又回來 開始在這裡 結束在這裡 位於多少 0 那0出於時間叫做 0 這裡就是0 所以有兩個問法 一個問平均速度 一個問平均速率 問平均速率 不可以多加起來 出於2 要回到原始定義 花多少時間 走多遠的距離 多遠的距離 多遠的距離 這就是 我們的練習0